一開始就去了澳門門市 之後再看到香港雜誌 都有你們的廣告 之後就上公司的網頁看看 最後為何決定 就是因為香港人開設的設計公司 大家溝通上會比較舒服 全屋以木材為設計的主調 雖然沒有華麗的層設 但是利用木材的紋理和色澤的變化 還可以豐富整個視角的層次 設計師在牆上掛上一大幅玻璃的白板 讓護主可以在上面貼一些裝飾或字條 更可以讓小朋友發揮他們的創意在上面畫畫 之後在飯廳的位置 木紋大櫃有不少鏡面的設計 除了可以增加視角上的空間感之外 亦都為以全木設計的家居添上一點時常感 電視的背場主用了一個比較純樸的中式木紋背景 而電視的下方主用了一個深啡色的木紋矣櫃 和對面的深色梳化互相呼應 十分滿分我會給百分 還有那個儲存空間都做到我的要求 有高的收納性 另外就是家屋整體往上去好像大了 主人房貫徹了客飯廳的設計主題 同樣以木紋系列為設計的重點 輕鬆自在的氣息在屋內蔓延 令到空間看起來簡單得來又清爽 我們主要都是用WhatsApp溝通 在這個意念中大家都很快有一個共識 之後就很放心交給她去跟進 最滿意就是阿呂的房間 因為她的儲物空間大之餘 其實也預留了一些空白的位置 給阿呂做一些發揮 譬如貼紙、圖片、燈色 都很好 在雷雷的房間裡有這麼大的窗塘 這麼充足的陽光 在這裡放上床子來讀書 這樣就很適合 還可以為她培養一個良好的閱讀習慣 如果下次還有裝修 我會找到設計情報中心去做設計 因為我真的很滿意這次的效果 跟設計師的溝通也很好